大家好,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我們理念是以教導牧養宣教來榮耀神光明的國度 今次我們講的內容就是文藝復興,中世紀風雲 這個內容是放在宣教專頁裏面 其實我們已經講到中世紀後期 仍然是推阿推阿教會的時期 所以我們照讀這個內容 啟示錄第二章 你要寫上給推阿推阿教會的時者說 那個眼目如火焰,腳好像光明瞳的神之子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 又知道你在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紮給你 就是你容讓那個自稱為先知的婦人 爺洗別,去教導我的僕人 引誘他們行奸任,吃那個濟偶像之物 我曾經被他們悔過的機會 但他們不肯悔過他們的任行 你看,我要叫他病我再闖 那些要跟他行任的 如果不闊他所行的 我亦都要叫他們同受大話 我又要殺死他們的黨類 叫到眾教會都知道 我是那個漆漢人 肺腑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各人的行為 報應你們各人 至於你們推阿推阿其餘的人 就一起不順從那個教訓 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 那種撒旦深奧之役的人 我告訴你們 我不將其他男子放在你們身上了 但是你們已經有的 總要持守,就等到我來 那個德聖又遵守 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賜給他權命制服列國 他必用鐵掌核管他們 將他們好像搖護的瓦氣打得粉碎 好像我跟我父領受的權命一樣 我又要將神聖賜給他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意的就應當聽 在這裡我們在看中世紀教會的歷史 也是剛才所說的 推阿推阿教會的時代 在前面的 就是有中世紀的前期 就是分裂之前的 大分裂之後 也有兩個時期 包括就是中世紀的中期 和中世紀的後期 所以看到了 我們有中世紀前期 就是黑暗的時代 中世紀的中期 就是高峰的時代 而到中世紀的後期 就是專注看文藝復興 到後面呢 就是到這個 宗教改革時期 那我們簡單 就是分了中世紀後期 這個文藝復興的這一段歷史 我們分了三個世紀來看 分別就是十三世紀 十四世紀 十四世紀 和十五世紀 我們簡單來看看 在第十三世紀的時候 有些主角的 包括就是蒙古帝國 有奧圖曼帝國 也都有馬可波羅 而在神學這一邊 包括有經捲哲學 和日神學概要等等的事件 去到十四世紀 主要就是文藝復興 就是這裡開始的爆發 另外呢 有大饑荒 有黑社壁 也都發生了百年戰爭 後來呢 也都有宗教裏面的大分裂 而最後呢 有反右的大屠殺 去到十五世紀 有兩個巨大超級大的帝國 就是西班牙的帝國 和葡萄牙的帝國 之後呢 就到這個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也是拜占庭帝國的陷落 也是百年戰爭的結束 而最後呢 就是哥布倫這個人出現 好了 我們在今節那裡先 之後呢 我們會陸續說這個 中世紀後期的歷史 記得了